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一周可以留意的是半导体展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在盘面上看到买盘了 包括军豪 智盛都攻到了涨停办 也可以特别来做留意 敢为您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前百亿资金操盘人陈荣华 阿关好 大家好 请到古其双分析师洪培嘉 阿关好 大家好 以及财源专家张振威 阿关好 大家好 请到万宝头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雷昌星 阿关好 大家好 好 在谈心心病之前 我们还是先来解一下盘 这个盘底不太下去了 那最近都是台股跟美股不同调 昨天美股是跌的 那跌的最主要就是说 市场认为 这个未来联准会的降息 本来是两码 可能还是回到了一码 那这样的话 这个公债指令力就跳了起来 股市就压力 但是对亚洲股市来讲 今天都还好 为什么 我们关注它经济的数据 有好有坏的 但整体来讲 没有特别的坏 所以今天是靠这些股票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的AD 昨天是大跌2.92% 但是普通股只有跌0.21% 这看起来 外资今天可能继续台积电的卖超 但政府基金 关股行库可能是互盘 那互助了这个台积电 但事实上今天这个盘 要看两个重点 第一个看内支 对不对 内支 那内支什么 内支的主力 这一波最标的股票 而且标到什么 创下波段高点 大盘只是反弹 它创下高点 那昨天它跌 因为我们昨天说 都在等 等到主力自己也没把握 干脆就先卖一下 所以生洋半导体跟亚光 这个本坡最标的小型股 涨最多的 主力最多 最有实力的 它昨天就拉回 那今天假如第二天 它继续重作的话 这个盘就不妙 但是它今天竟然又往上拉了 对 你看生洋半导体 所以是有一点边拉边出的概念吗 没有 我认为今天 他们已经重新的调整了情绪 他可能判断 这个大盘的整理接近尾声 那这生洋半的话一度涨停 但最后涨了8% 亚光也涨了将近5% 再过来今天的盘面比较重点 我其实在高价股 当然我们现在千金有十几位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千金 我都认同 但是你要当到股王 要当到股后的话 真的你要有EPS 还有市场的号召力 现在股王是信华 AI伺服器控制晶片 那外资把他的目标价 调高到6400元 今天这个大涨 我们看他的这个现行 5274的这个信华 那假如这一波理先创高的 都是一些比较中小型的股票 我觉得市场的信心还是不够 但是股王信华已经创下高点 我强调他是有一PS 不像有些主力股的话 只有这个筹码 他没有这个内涵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股后就是大力光 大力光把外资的目标价 也大幅提高到3330 3830 3830多块 我们看3008大力光 这档股票的话 他的股性本来就这样 但是你看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缓弹的这个趋势 是非常的明显 而且逐步逼近了前高 距离前高的话只有5% 所以今天其实盘面最大的亮点 不是F4 不是F4 F4的话一定要外资重新的 这个大幅买超 F4才会上去 全水股 但是股王跟股后 今天的强势 是带动今天拉出了将近200点的下影线 最主要是这个 这个代表什么 主力已经重新的调整 也就是主力没有落跑 这个盘就跌不太下去 对 好 从航运股身上也看到这样的迹象 对 那下个礼拜的重点是什么 是航运 因为这个礼拜要公布那个SEFI 应该看起来迹象会缓弹 会有一个明显的缓弹 因为过去几个礼拜修正嘛 开始缓弹 那为什么 因为货柜三雄是有EPS的 但是这一波最没有表现 为什么 大家持股心心 哇 这个不是很强 所以你下个礼拜 我们刚才讲到主力的股票 或者高价的股票 今天都点火了 那下个礼拜你按照逻辑去想 你变成那个人气股要起来 有EPS的 那航运就是人气股吗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封城瀑布到中东 现在回去了 他说这个以色列的 不撤这个加塞首郎 哈马斯说 我不会同意 所以他们虽然还在开 所以听我协议又要破局了 现在在开罗 又要第二阶段的谈判 但是基本上已经是 恐怕就是破局了 没了 然后胡塞 将近两个月又在轰炸 红海邮轮又遭到洗劫了 边打边谈吧 以色列也是这样 我跟你谈 然后继续哄杀 然后胡塞 我们也跟你谈 我们也什么 那个轮船有两艘 继续把它炸 必须炸 所以再过来 你看江南大的铁路的停驶 这个已经确定 罢工 所以会瘫痪了 美国港口的运转的能力 还有美国的货物 现在集中 因为我们说感恩节 感恩节 还有圣诞节 圣诞节的旺季 也马上要到了 所以虽然你可以看 今天只有长龙上来 但是今天很稳 没有再往下 所以下个礼拜的话 货柜航运 应该是一个焦点 航运有没有可能在下周接棒 这个盘为什么跌不下去 蔡总说 因为主力没有弃手 问题是跌不下去 不等于会涨得上去 所以弹得上去吗 我觉得弹不上去 又弹不上去 跌不下也弹不上去 所以它会开始整 卡住 为什么这么卡 很简单来看 台股其实大盘会跟什么 其实是跟废半 所以大家知道 其实现在的半导体 如果没有转强的话 这个盘你说跌不下去 好 可以 但是主力如果拉中小型内股 对不起 这个盘面外资没有回来 那基本上就上不去 所以大家第一个人来看 昨天的废半 是碰到了季线的关卡 就一个长黑下来 可是你看到这种所谓 中小型内股 比如说像美国的道琼 还有罗素2000 尤其是罗素2000 中小型股的 它事实上是怎么样 率先的时候 再做反台的动作 它回档就比较少 所以现在美股也跟台股一样 大型股 半导体股涨不上去 小型股活蹦乱跳 那这个状况就非常的明显 好了 那现在回过头来 娟姐 外资为什么我们就说 这里指数块面不大 因为到它的成本去了 什么成本去如果大家还记得 一路放空下来 外资大赚 现在我跟大家跟官媒报告 外资现在不靠股票赚钱 它靠期货赚钱 今年外资其实没有卖什么股票 所以你看这边的股票是 青菜 蹦蹦回补 可是期货大家来看 它的单子你看那里 现在就知道了 我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这一波 从八月初开始 这个是结算日 那前礼拜三是结算日 这一段的过程中 它是这里从这边空下来 从两万四到一万九 将近四千多点 四千多点 他都在赚这里的期货 也就在这里下沙的过程中 他先把期货的单子 在低档做回补了 那补完了没有 没有回补完 所以说在这波的过程中 各位看到 前两天的结算 结算之后为什么又开始在压 不好意思 又到了这个外资的空单成本区 所以这波外资的空单成本区 是大概落在什么 两万两千六左右 所以为什么说指数的空间不大 那就在这个附近 就在这个附近 意思就是说 他这一段杀下来的时候 事实上他做空单的回补 反弹的时候 对不起他空单并没有测 又弹到他的成本的时候 他又开始在压指数了 所以变成什么样 他是来回操作 那这个时候要不要做呢 还是要做 为什么 因为阻力很强 今天如果富宏给我们上一下 贵买指数 贵买指数是 我来看OTC OTC超强 所以刚才蔡总说 主力没有棄手 几乎撞高 今天也是一直一直拉上来 那如果你看贵买指数的K棒 他已经快过高了 有沒有 几乎快过高了 所以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 其实大盘走不了 我说大盘没有空间 可是小辛苦很热 所以基本上 我认为在降息之前 这个空间都还有 为什么 因为还没有真正确定 加一买降两买 大家怎么样 赶快进来做 那赶快进来做就两种 一种是贵买 就是贵买的比较全资股的 刚才蔡总讲的信华创高 群联其实他是有营收 你看今天群联就没有表现 可是元泰也创高 他也是贵买的全资股 所以第一个我告诉大家 其实资金是流到贵买市场 不变 而且有营收的 但是 但是我要讲 如果你喜欢做短线 有量有价的 不好意思 现在的主力是做什么 做这种什么 相对来说 本益比比较高 但是怎么样 他的年收有年增 算均好 创新高 本益比较高 对本益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本益比较高 他不一定有赚钱 但是怎么样 主力的资金卡在里面 现在就变成是这样 那周转率就把它抓高 所以这个就是要 易高人胆大 所以现在属于 这胆子要够大 应该简单来说 你如果要做安转 也是上面这三种 楼上是安全牌 对楼上是安全牌 下面是什么 楼上是富贵险中 富贵险中 你看 营收年减 今天还拉做CBO的 那上全是比较有基点面 但是他还是一样 亏转盈 他的本益比相对的也比较高 所以我认为相对的 在这里还是有一些调整 最后我觉得 资产配置还是一样 333 股债和价值 就股 我还是强调 有金融有半导体的 或者是说这种 我现在比较喜欢买这种什么 高股息低波动 波动不要那么大 压通信股 压食品股 但是这个比较不刺激 但问题是 我觉得他比较稳 他大概7%的股息 然后另外资 对资的话 讲了很久了 你看这都是月配息的 月配5%这是金融债 月配6% 我跟大家讲 现在买债有一个概念 不是要赚大价差 是要锁利 当美国开始降息的时候 你可以锁5%到6%的利润 那最后这个价值 不是真的包在这个价值 我的意思说 如果你觉得黄金 暂时比较有价值 日元暂时比较强势的话 我认为这两个 也是你资产部位的部分 所以我认为现在 333来布局相对比较安全 好 既然这个大盘 跌不下去 也涨不太动 那么就回到产业 回到个别公司 那么在今天牌面上 最热最热的 就是这一桩亲事了 新兴病 到底是不是真的会结成婚呢 台新金并购 新光金的换顾比例出来了 折价9% 合并就会更名为 台新新光金控 台新新光金控 问题是 中信说 我也要抢亲 而且在今天 应该也会递出相对的 一些公开收购的 一些资料 也就是说 到底他要用什么价钱抢呢 而且他现在传说 至少要买30% 所以曾威 现在突然之间 新光金 跟他漂亮狗女儿一样 大家都想跟他结婚 真的是如此 因为谁取得了新光金 他很有可能 就在他的金控领域 不仅更上层了 而且成为第一名 而且阿冠你知道吗 这为什么成为今天 台湾最强强棍 最热头的一个新闻 可是问题是 他架谁比较好呢 这个部分 就要看哪一边 你怎么样去看 但是我只能说 昨天 我跟你讲 昨天的那个双龙 双龙抢猪 闯这个新光金的 这一场戏 你知道他演了几年 他演了二十几年 二十四年 至少二十四年 结果居然 你想要澄清 一个晚上快马加鞭 立刻就可以抢到了 你为什么拖了二十四年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没搞 但是阿冠有个重点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双龙抢猪 如此的重要 因为台湾金控家族 主要就三大 无辜菜 你想想看 如果中兴金 真的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内 抢到了这个龙珠 那未来 可能无辜菜 这个未来变成了 菇根菜大起牌 所以我只能说 这一战 为什么无东量 东量尬重量 他一定要赢 一定要赢 否则我跟你讲 这个整个金融板块 全面大起牌 我们来看 你看他这一次 多年的梦想 二十四年 他取名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已经谈了二十四年 恋爱的这两家公司 对 病了之后 到底会有哪些优势 那就要看你的条件了 那当然了 星光金 他只有三点 三点二左右的 那个产值 那但是如果说 你以这个 这个星光金 你再怎么说 他这个经营的情况不好 他好歹 五点一兆的资产 两个加起来 到时候 星光金 台新金 他原本排名13 他立即就可以怎样 他立即就有机会 变成第四 这就是星空的第四 这就是立即的利益 那当然还有很多的纵效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在这边换股比例 说实在很多的股东 最重要的 我的股东报酬 那昨天 阿关你知道 这个存 虽然是存了台新金 台新金 可是你知道吗 很多人对于一件事情 很不甘心 那现在换股比例 我们后来谈一下 以台新金 0.6022股 换星光金 一股 所以换算 星光金的收购价值 是11块3毛2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星光金的股价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2888 星光金的股价 那么在今天 黑板上的价钱 是12块4毛5 所以它是折价 它其实是平板 但是你知道 它真的是折价 而且更重要的是 导播我们要看 今天为什么爆出 这个126万张的这个量 你就知道 其实它今天 我讲真的 如果你用这个 0.6022这样的比例 我昨天一换算 你11.32块 才是现在符合的 所以这个股价 其实应该还要再浪 但是现在 在今天中午 最新的 股价应该还会再跌 还会再跌 对 会跌 然后台新金 台新金它是获益者 你知道台新金 其实股价 至少要涨到 至少20块6 你才能够符合 你现在的换股比例 所以你知道 在这里面 为什么今天台新金 硬生就涨 因为它得到了好处 好 问题是 星光金也没有跌 在今天收在持平 平板的价位 对 星光金为什么没有跌 我相信市场 有人认为它很有价值 其实照理来说 它以昨天换股比例 它应该11块32 才是一个很好 就是符合 它的这个股价的这部分 所以你知道 在折价的过程当中 当然有人不开心 在这里面 昨天一下子出来 召开记者会 阿关你有没有看 他那个昨天晚上 那个很热门 吴东亮自己出来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谁没有出来 吴东镜 自己没有出来 那两边说要会整 他说有很多的好处 第一件事情 他跟老大 跟吴东镜喊话 我们这个星光集团 是谁创的 我们的爸爸 无火之创的 所以这里面 有隔空喊话 多年以前 你知道几年前 你跟我说 兄弟各自爬山 我们到时候 那个在登顶聚合 现在不就达成你的愿望 而且我们谈了很多次 那么还有更重要 我们如果两边 合并的众效 你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好处 你知道他们里面的股东 他们本身就是已经 常年都可以零用股东股席 所以说实在 他们只是换股 他并没有要大量的去 这个有任何的 这个其他的一个变化 但还有他的员工 全部都留任 目前至少 据说三年为期 所以你只要能够合并在一起 新光家的人 自己的奶水最新 你为何需要去 这个找到外面的人 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部分 如果你真的是被人家吃掉了 那就是敌意并购 我说实在的 我自己这么看 其实新兴病 他们不仅是亲人在一起 如果他能够 真的是并成功 他真的是合一并购 不像之前 像是这个富邦经 去并掉日圣经一样 他们也都是敌意并购 直接从外面来收购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 真的有并成功 我说实在的 对于新光无加 他在未来 这个全台湾 他的这个资本的定位 也好 各方面都有 众多的一个好处 但问题是现在 中信也摩拳擦掌 是 有机会吗 对 我这么看 说实在中信经 今天我说实在 他真的是时间跟价格方面 的一个战争 中信经 他应该是要跟时间赛跑 他真的要跟时间赛跑 因为昨天的宣布 非常的重要 不仅是说把两边 全部都合起来之外 他最重要是 10月9号 他到时候会举行 临时股东会 如果这个中间 没有其他的变数 真的新兴病 就完全病成 所以台政 台新 新光 金控 正式成立 全台湾第四大 那如果是10月9号 是一个关键时间点 往前推一个月 因为这个 这个股权的计算 要往前推一个月 也就是说中信经 如果要抢清成功 必须在9月10号之前 买购 他足额的股数 是 你必须要在这个时间之前 因为你家临时股东会 召开之前 他就开始要停止 那个前30天 你要停止交易 所以我说实在 中信经能够买的时间 太赶了 真的太赶了 你就算是今天送件 那外传他买到30% 对啊 而且目前 那在9月10号之前 对 而且接下你第一并购 你未来你第二阶段 你要赶快买到51% 我跟你讲 这个时间 你真的是有天大的财力 要拿到 真的也不容易 好 那很多人觉得 我们都知道 台新病到新光 小吃大 当然有好处 而且这个 这个还折价 但是如果是中信病 新光 重大的一个好处 为什么这个孤重量 一定要做 我跟你讲 大家都知道 孤家的老大 他本身 知他是多少年 现在隔了17年之后 第一次回到中信经 他当然 在这里面出手一定要很大 重量一定要尬东量 那在这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真的是一个实质 他对股东都交代过去 他如果病 我跟你讲 阿关 他到时候真的吃下新光 他会变成全台湾金控的 No.1 而且他的受险 他本来受险只有老六 他的台受险 一下子经过他们一整病 病了新光 那个人寿之后 他可以坐三望二 而且他的信用卡发 一样是全台湾最大 这个银行一样最大 所以你是孤重量 你看到这样的机会 你怎么愿意舍弃 而且他还可以比较 你看老二孤重瓶 你来看老大就是老大 好 但是来问一下蔡总 通常第一并购 会产生很多企业文化整合的问题 对 这个从今天这个 中信如果要取清成功 它是第一并购 它从市场买 那现在的新兴病 是他们已经讲好了 现在从现在开始 到十月份 如果中间没有任何的意外 没有任何的插曲 很有可能 十月份就会结婚成功了 但是先要买一定的数量 所以今天很明显的 市场就要吃中信金的豆腐 对不对 你一定要买一定的数量 不一定买到30% 因为30%真的花很多钱 但买个10% 而且他时间很赶 对 很赶 但是你买个几%的时候 其实中信金就有办法 以后再新的金控 他虽然取清不成 他以后进入 他那个新的金控的当董事 那也要尊重我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市场会吃中信金的豆腐 这个价差 会有一定的波动 但是我比较认为 以我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还是台新跟新光会并 我告诉你 这当中有一个文化的冲突 你假如是中信金来的话 这应该过去都抬掉 都不用 那现在假如两个台新跟新光合并的话 即使新光是消灭 台新是存续的 但是还是会留你一个一席之地 新光系统的人 以后新的金控里面 你可能担任董事 担任重要职位 你还有 但是你给中信金进来的话 恐怕通通没有 所以为什么 这个新光金的董事 大多数是投票 要跟台新金合并 这中间有这个利益的考量 好来 唐信 我觉得是这样 今天的股价说明了一切 很多人都觉得在开盘的时候 觉得新光金吃亏 所以开低大概6% 结果后来一拉拉拉下去 那它是折价 对 折价 收 可是到了收盘 它收到平盘 我认为这个时候思考逻辑 就要反过来了 这反过来的意思就是说 会不会是怎么样 因为这样的话 新光金 说老实话 它受据比较大 台新吃它是受力 所以它虽然折价吃它 你如果用今天的12.4 12.45的收盘 去除以0.6 反过来现在变成怎么样 台新金最好 所以台新界也拉上去了 所以反过头来 现在大家就说了 台新金要拉到20块7.5 才划算 意思就是说 还有空间 对 就变成台新金 到20块7.5才划算 这个为什么是这样说 因为如果接下来 中信金也要在这边 去做买股的动作 中信金 我跟大家讲 市场传出来说 中信金是要14块 要14块去买新光金 如果说 那这几天是关键 他会不会提交金管会 对啊 那如果说 台新金干嘛 你中信金 你要这个去抢新 那基本上呢 如果14块 要把这个新光金 新光金的这个价 也拉到14块 再反推回来 那新光 那个台新金的股价 是不是再往上拉 就拉到21块以上了吧 所以也就这样的说 中信金的抢新 对于台新 对于新光都是有利的 股价就往上 是有利的啊 都是有利的 股价往上 到底信心病 能不能结清成功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是金管会的态度 对 这是蛮重要的 因为你不能说 你自己想病 你完全不去看 主管机关的脸色 其实我跟你讲 很多人就在担心 金管会你真正的态度 这几天那个银行 银行局 有人讲了一句话 很有意思 他觉得 不一定聘金高的人 他是要喊谁 聘金高的人 嫁给聘金高 不一定比较幸福 这句话 你就可以闻得到 主管机关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味道 那当然很多人觉得 这个彭金龙彭主委 他以前 真的他有一个特殊身份 他正巧 他就是这个 以前这个在中信金 就是他们中信金控里面 他台售的一个读董 那而且他也做过 那个中信产的一个读董 不过他已经有对外讲了 任何的事情 他绝对是 秉持公平公正的态度 他认为 这个个案是否需要回避 他都会依据法 当然外界也在讨论 因为现在的 现任的金管会主委 彭金龙 他过去曾经任职 台售读董 以及中信产的读董 那么在新兴病的这个案子 因为中信想抢亲 所以感觉整个气氛 是蛮微妙的 所以到底金管会的 这位主委 是不是应该做利益回避 现在各界也在讨论 所以你看出来讲话的 都不是彭金龙 彭之位 所以我觉得 这次是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而且我刚刚也echo 那个就是蔡总提 我真的觉得 就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真的觉得在台湾 这种新兴病 为什么我们破敌 就一定要提到 因为他会改变 整个无辜在 在台湾金融界半途 所以我相信老大 他当然心里 有不一样的滋味 可是如果未来真的开放 让中信经进来 他也有这方面的能力 利弊得是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亲兄弟 毕竟再怎么名算账 你未来血毕竟浓于水 所以我会觉得 在这里面 文化的整合也好 或者是吴家 自己未来的整合也好 我相信最大的亲人 不应该是最大的敌人 好 我们回来看星光金的骨架 这一桩谈了24年的恋爱 有没有机会修成正果呢 星光金在今天 最大的关键是 爆出了1264572张的大量 我们从日K性的角度来看 这一档个股量节节高升 股价也来到了 12块6毛5这个附近 到底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 做多星光金呢 突然这个姑娘 看起来年轻貌美 大家抢 所以我应该进场做多吗 问题是这个量这么大 筹码会不会乱了 认为可以买星光金的 请举圈 好 来 各位认为可不可以做多呢 可不可以呢 我们来看 有123票圈 2票在中间 来 昌星为什么 我觉得买星光金可以 但是我觉得更有价值的是 等到这个并关结束之后 中信金现在被杀 并关结束之后 是不是大家都上车 大家都上轿 结束之后要买中信金 因为中信金 对 因为中信金 其实我说实话 中信金赚多少钱 赚2.4块 因为是传出这个消息 它被打下来 所以我觉得两种 一种是你喜欢短线的 那当然新光金现在很强 可是如果要价值投资 中信金我觉得现在的股价 相对来说 可以有一天被低估的一个部分 好来蔡总 对 我本来认为 新光金折价 应该要下去 但今天这样上来 但是它打不下去 对 这个上来 我跟你说 以一个很简单的心理 那气息都出来 那个如果中信真的在市场 对 会在市场收购的话 是不是让它的股价会堆上去 对 但是我们不确定中信金买多少 但是我看投资心理会觉得说 你估重量一定买 我也要跟 你知道这个跟 大家要一个人买一个 买一个买一个 那不得了 所以我觉得新光金短线的气势 真的扭转了 好 台湾的新兴病之后 我们还是要来谈谈电子股 特别是AI族群 美国科技股昨天 虚类类 包括费半跌了3.40% 那达克跌了1.67% 主要的科技龙头股 搭嘴关心的 NVIDIA跌了3.7% 我们的台积电ADR跌了将近3% 美超位跌了3% 超位跌了3.87% AI族群怎么了 蔡总 对 跌在AI 那担心什么 第一个 担心美国的经济衰退 昨天公布了8月份制造业的 PMI的初值 48 哇 这么低 8个月的新低 上个礼拜的初领事业救济金 人数符合疫情 但基本上还是有23万人 这第一个 第二个 AI投资那么多 无法变现 我们现在看一下 中国搜寻的龙头 百度 百度我们看右边这个图 他这个在线的营销收入 上一季的话 年减了2% 来到192亿的人民币 李彦宏说 哎呀 未来两三年 竞争激烈只有少数 他强调少数 意思就是没几间 这个靠AI的这个大模型的 才可以生存下来 也就是说AI投资那么多 但能够赚钱的公司并不多 所以李彦宏这样一讲 你看百度自己也大跌 我告诉你 百度不管是挂在美国的 或者在港股 你看那个股价真的是 一直在那个探底 有啊 罗伯快跑 这也是AI的应用 但是你投资那么多 现在这个刚起步 罗伯快跑 你马上变现吗 不可能 然后百度现在有18%的广告 是用深层式的AI 但是他没办法商业化 18%而已啊 你又不是80% 所以这个AI能不能变现 是一个问题 第三个 因为回答下个礼拜 就要公布财报 大家想说财报 一定真好 但是有一个变数 Hopper是一个变数 因为我们知道 新车要花表 以前那个末代车销售会好不好 一定不好 是 好 那我们未来新车 就是那个Blackware V100 V200 对不对 那现在的这个末代的 Hopper的话 H100 HR200 没人买买啊 而且再加上新车 有可能延迟推出 然后现在的最末的末代车 到底要买还是不买 就卡卡了 我到底要买它呢 马上要推新车了 可是不买它呢 新车又要延后推出 我告诉你那个新车技术很厉害 比如台积电的话 或者Blackware 但是它的先进封装 Cobos用什么 L技术 那以前这个H100 H200就Hopper的这个系列 是用Cobos S技术 差别在哪里 那个S的封装 那个封装的尺寸比较小 比较小的话 较好做 那偏偏客户说 我就是买GV200 我要新车 所以你现在旧车就卖得不好 然后甚至GV200 它里面的异能很重要 对不对 是 但是异能也跟不上 所以听说部分的那个GV200 也还是用气能 这里面就很多问题 所以新车不只有可能迟到 有可能某部分技术 还没办法解决 好 那还有经济学人 这是第三个担心 刚刚谈到 担心经济衰退 那担心AI没有办法变现 担心AVIDIA现在正是 青黄交接的时候 青黄不接的时候 好 第四个担忧 对 经济学人 他说AI可能是昙花一现 他举了两个数字 这个AI的企业的股价 从最高点下来 目前已经修正了15% 股价再跌了 第二个 他去调查一下美国的企业 现在你用AI 产生产品跟服务的 有多少的比例 4.8% 就是100间 差不多顶多5间 大家都说得很厉害 然后企业端 拿来用生产产品的 只有差不多4.8% 比今年的那个高点 5.4%已经在下降 所以那个热炒 那是高屏 这样沉沉滚 但实际应用端的企业 不说 他要讲一个什么 叫做什么 炒作周期 什么叫做炒作周期 有一个横空出世 救世主的新科技 出来了以后 大家很兴奋 然后一定会过度的投资 后来那个热情消退 变成了幻灭的一个谷底 市场的情绪 就开始掉下来 举一个例子 炒作周期 19世纪 铁路 过去的时候都是马路 或英国那个铁路出来以后 那时候大家都去投资 铁路 投资股票 包括谁 发表进化论的达尔文 达尔文去投资铁路 去买铁路 买到虎了 破面 了解 所以我告诉你 现在那个尖端的专家 如果去炒股都输了 都输了 输了虎了 那更不用讲 2000年的网路泡沫 那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个经济学员讲说 要小心 要留意 要搞不好是一个炒面 炒作 那市场担心这么多 也因为这些担心 让昨天美国的科技股 包括AI龙头 都出现了大跌 现在全村的希望 到底应该放在谁身上 AI族群出现什么样的消息 才有机会再涨呢 好 股价会说话 第一个希望 Meta 全村的希望现在是Meta Meta今年的股价涨了51% 当然第一名是辉达 涨了160% 但是科技奇系头的话 这个Meta 效傲其他的五巨头 你看最上面 这是股价 最上面那一条线 就是Meta的股价 所以他其实昨天在美股 也是相对抗跌 那么从波段的角度来看 他也是在各巨头当中 表现最优 那其他的五个 他都赢过 那为什么关键在哪个地方 你看他上一季的财报的时候 其实他的营收 广告收入都是成长的 他有能力变现 对 他而且调高全年的展望 我告诉你 祖克博一直说服投资人 我这个Meta 用这些AI的模型的话 会带动我广告的收入 那他现在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他现在有一个很厉害的这个3D键 什么叫3D键 我现在讲输入一段的文字 他立刻转成3D的物件 哇很厉害 那所以我就举那个图 各位看最上面的旁边的那个 那个我就输入 那个是小猎犬 最上面那个 小猎犬 这上面的小猎犬 对对对 我输入说 小猎犬 穿了全身的侦探服 我只要讲这句话 3D它不是出来 你看 你应该注意一下 他穿的那个是侦探的衣服 戴着一个帽子 可爱的帽子 对 小猎犬 就呈现这个 所以他有一个视觉的 而且你注意看图片 他有一个视觉的空间 而且你看他出来的画面 我们看那个画面 刚刚那个副空 给我们看那个画面 他其实那个画面是蛮立体的 是3D的 对对对 就第一个 我们有视觉的空间 第二个体积的空间 你去看 他的体积有一个大小 甚至他的纹理 那个一线一线的那个纹理当中 他都存在一个空间 所以这个如果来做广告 真的蛮厉害的 文字马上能够生成一个3D的 特别是这么立体感的影片 同时他在非常短的时间 一分钟就可以完成 60秒完成 60秒嘛 那你说Meta 会不会因为这样 对这个3D的这个情况 哇这个3D的这个情况 很厉害嘛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全村的希望 当然是灰达啦 全村的希望 当然还是要灰达 对对对 他公开了首款的这个 AI数位人的模型 什么叫数位人的模型 你在游戏当中 你要跟游戏的角色去对话 我是玩家 我下指令 然后那个跟你对话 对话了以后 他非常很像 真的人一样 比如说他现在应用在 那个机甲对战 这是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 你看140万人在玩 而且他同时可以支援 48个人 这么多人 同时在玩 哇那里面有很多角色 对不对 要跟玩家的对话 这里面要用的就是 AI数位人的这个模型 哇他这个出来以后 大家觉得说 哇这个灰达的AI的技术 还是很厉害 游戏技术真的应用上 我们发现 比起其他的科技公司 真的是技高一筹 对 但是 我们最近不然还讲 那个黑悟空嘛 也是 用他的GPU 灰达的GPU嘛 所以现在很夯 他现在很多游戏都很夯 所以有人讲说 这个感觉 好像是中国的 那个悟空是中国的游戏 其实背后都是美国的技术 好我们回来看 既然全村的希望在META 全村的希望在NVIDIA 我们都也要来谈谈 黄仁勋在9月份的半导地战 真的会来台湾吗 这当然也是全村的希望 不过我们先来看个股 好 我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下个礼拜的 灰达的财报 不见得会再唤起AI的股票 很大的激情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现在美国那个公司 治理的专家 也尖锐地批评黄仁勋 你知道黄仁勋这个夏天 6月7月 每天卖都股票 1400万美元 一共6 7月卖了5亿美元 他第一批评说 你怎么会配股 配那么多 然后配得多 你拿到股票你就卖 他应该有一个避索期 他没有避索期 对不对 那黄仁勋 他也直接讲 黄仁勋在这个 灰达的蹲了30年 哇 蹲了这一年 对不对 配到股票 就给他够 买 现在高管都跟进 而且说12位的董事里面 灰达的董事里面 只有一个有公司 自己的一个经历 所以黄仁勋 这个整公司都看黄仁勋 所以黄仁勋CEO的接棒人 有没有培养 没有培养 所以他们说 黄仁勋的灰达技术 厉害 公司治理有待加强 所以这一句话 会倒出他的股票 所以你来看一下 所以这一句话 会倒出他的股票 所以你来看一下 比如这几个AI 我们来看那个现行 最厉害一篇 最好的是广达 你看广达这一波 跌得很深 你假设下个礼拜 灰达财报 你觉得他有办法 这样一路冲上来 再来高点 这个过程 套劳多少的人 对不对 在用很好的财报 就难度很高 那靠黄仁勋炫风可以吗 因为黄仁勋有可能 我觉得比较有可能 会冲上去的是瓶盖 为什么 大力光我讲过了 你来看一个 其实我们股票 不一定要看那个直线 一直拉升的 2383的这个台光电 他上一季 1GPS7块 我们要找什么股票 他比如说是瓶盖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套劳有 但是应该以后 有可能很容易上去 他在这个最近的过程当中 跌不下去的 但是不是主力硬撑 他是有EPS 他今年会赚到30块 30块 446块 他本益比只有差不多13 4倍 像这一种的股票 只要有一个利多 1.5 上去的速度 会比那个AI那块 好 我刚刚既然谈到了全村的希望 我们请洪老师带我们来看 虽然蔡总说 他的编辑效应会递减 但是我想投资人 还是非常非常期待 黄仁勋 有没有可能在9月的半导体展 再度掀起黄仁勋旋风 好 那其实现在大家最关心是什么 下一档的旋风 他的标股在哪里 对不对 那今年你看 今年台积电 台积电从哪里 从500多 涨到1000多 涨到2倍 对不对 所以台积电最好赚的时期 已经过了 那怎么办 有没有其他三倍的 五倍的标股 其实我跟你报告 其实我们大展会带来什么 大展 所以大家如果有发现一些 蛛丝马迹的话 你从一些嗅到一些味道 我们想一想 这个大展就是我们刚刚讲 半导体展 就是黄仁勋有可能来的这个展览 没有错 那为什么提到大展呢 我们回想一下 你看6月的时候什么展 Computest展 对不对 那时候最好 最强的标股是谁 惠勇 对不对 惠勇不要忘记 那从25块交到100多块 五倍 五倍 六月份 再看7月份有谁 生计大展 对不对 生计大展最标那时候是谁 你知道吗 训练基因 训练基因也大概从50块到150块 三倍 好 那接下来8月 8月大家都知道了 机器人大展 是 机器人大展跑出了谁 罗森 对不对 跑出罗森 好 罗森也涨了五倍 好 那接下来9月呢 9月刚刚阿关提到了 半导体展 好 那接下来我帮各位整理一下 半导体展 老师半导体展一堆 一堆 一千多只 一千多在厂商在展 那我帮你整理Michael老师 帮你整理一些好的一些标的 这些标的我跟你讲 都具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有指标性 第二个有独特性 第三个有创新力 你先从这些股票来挑选 会比较快 好 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个 很重要的选股技巧 你回想一下 之前的标股 为什么会标 那些股票都是你知道的吗 不一定 对不对 你看像会友 像训练基因可能本来都不晓得 有点陌生反而比较会标 没有错 所以我帮你整理出来 第一个我们先剔除什么呢 广为人资的 你不要去选台积电 不要选连发 都不要选了 广为人资先把它剔除掉 因为这个盘现在在整理 对 第二个我跟你讲 你可以选什么 股本不要太大的 因为股本大的 你一头扭你怎么拉 对不对 你总是拉一只兔子很好拉 对不对 所以我们挑一些股本 不要太大的 好来第三个重点 有在偷跑的 通常大展之前 有小小的先跑了 有在加温的 对有在加温的 好如果根据我这些逻辑选出来 我帮你把一些黑色的mark掉之后 剩下一些白色的 旺系 波若威 对 讯新KY和有威科 就剔除法 剔完之后剩下这四档 没有错 剔除完之后 那K线图你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不需要去追高 如果有压回到月线季线 其实都可以做买进的动作 这些股票很有可能 就是未来接下来 三到五倍的大标 也就是九月半导地展 可以留意的标的 不过刚刚竟然谈到了 昨天晚上美国高科技出现了 比较大幅度的回荡 这个地方市场的疑虑也比较深 我到底要不要在这个时候 卖股票 特别是卖高科技股呢 认同应该要卖股票的 请给插 请举牌 认为应该要卖的 也就看坏的 请给插 请举牌 好来 一票插 三票说不用卖 所以为什么要卖 那么怎么卖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这个大盘 从24416 跌到19662 这个跌幅这么大 反弹0.618 然后刚好来到多少 22599 所以说这波行情 来到22545的时候 就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了 一定会有一个拉回 为什么说没有量 因为大家在等第二只脚 没有第二只脚的情况之下 没有人要去买 所以说虽然外资拼命拉 这是你独牌中医 认为这时候应该卖的原因 对 而且整个来看的话 我们今天教大家一个股市逃顶数 什么叫股市逃顶数 要跑也要有技术 对 要有技术 好来 我们看看上一次大盘 来到24416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一个例子 例如说这个24416 我们找到一个不再创新高的三根K线 你看这边是不是不再创新高 这个最高了 所以说这三根合起来 那这三根K线的最大量的 这一根K线的最低点 如果跌破的话 这边就是一个卖点 所以说你看上一次24416 这边跌破的时候 就是一个卖点 你看后面就跌得很深 那以最近这个反弹行情 来到这边 22545来看的话 这边来看的话 近期最大量 不再创新高 就是这个22545 这边的三根K线 那这三根K线 以中间这一根K线的量最大 所以这边划下来 所以说它的低点是22369 那最近如果说没有在 行情没有在穿越过22369以上的话 这个行情有可能还会再往下走 没有穿越22369 就是要讲的卖方 老师的看法 对 所以说短线有需要一个 做一个小小的调节 好 那老师认为应该要卖 那哪些个股应该要跑呢 例如说像我们看到这个 日月光投控来看的话 目前来看 它这边不再创新高的 三根K线 以这根第一根 这个K线的这个成交量最大 目前它的一个收盘 是收在这一根K线 最大量的K线底下 所以说这边就比较属于弱势 所以这种股票要跑 要跑 对 例如说那像这个 所谓的新兴来看的话 也是最近的一个成交量 以这一根K线的成交量 比较大一点 那最近来讲的话 这边就是有一个盘整 所以说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它还是在这个 最大量之上来讲的话 所以这个就还稍微 还是可以再看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后面 不是 要跑的还包括台积电 对 台积电来看的话 台积电怎么能卖呢 不是 台积电来看的话 我们看看说 最近这个 这三根K线不再创新高的K线 然后以这一根的K线成交量最大 那这一根成交量的最低点是956 目前来讲的话 台积电一直在956以下 如果说短线之内 它没有再翻回到956以上来讲的话 这边可能就会有一些压力 短压 就是短压的话 可以稍微先做一个小调整 如果它再翻上去的话 当然又是偏多 目前来讲的话 它就比较弱势了 对不对 那像鸿海也是 鸿海目前来看的话 你看这边最低点186 是 186它是近期一直都没有 再翻上186以上 所以鸿海目前短线来看的话 也是比较弱势一点 好 不过我们要投一下票 今天谈到了台积电 谈到了鸿海 我想这都是 大家心目中可以长报的股票 所以我们来问一下 来 请老师回座位 在台积电的股价 我们回到台积电的股价 来 2330台积电 在今天我们来看 收在949 收在949台积电 应该要卖吗 认为应该要卖的 同样给我插 就看怀给插 请举牌 认为应该要卖的 同样给我插 就看怀给插 请举牌 认为台积电要卖吗 来 要卖的有一票 然后三票都说不要卖 所以只有老师说要卖 那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台积电后续的走势如何 那鸿海也来投一下票 鸿海要卖吗 同样的 看坏的请给插 请举牌 鸿海我们来看 2317的鸿海股价 是今天收在180 在今天收盘还上涨了0.28% 也是三票缺 一票插 一票说要卖 三票说不要卖 好 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们来谈谈 电动车好久没谈了 现在电动车的王者 已经不是特斯拉了 对 昨天特斯拉大跌 所以第一个先告诉大家 在欧洲 BMW干掉特斯拉 是电动车 让大家反过来 我先讲过去豪华车是谁的第一 宾市第一 Lexus第二 BMW第三 现在在欧洲 是BMW超越什么 超越特斯拉 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 BMW2014就开始坐电动车 大家可能不知道喔 结果这一路以来呢 BMW怎么样 在销售量击败特斯拉 然后特斯拉昨天的盘呢 哇 整个大跌 那大跌的过程中 那是因为被BMW超车 所以才大跌 对 所以大家就觉得有疑虑了嘛 基本上呢 大家会认为说 是不是整个市场上呢 开始呢 BMW跟特斯拉已经什么 已经接近了 而且特斯拉没有它的优势 所以昨天特斯拉大跌5.6% 我先说 特斯拉最大的缺点 就是它没有一系列 一直出新款车 但是BMW在台湾 在欧洲一直出新车 大家知道 在台湾卖的最好是什么 X系列就那种休旅系列 它现在休旅也加上电车 所以大型的休旅电车 跟小型的这种所谓的轿跑车 BMW都有 所以就把什么 而且你知道通常呢 服务双制或不担心 偏偏在被超车的时候 一直传出什么撞车起火 起火燃烧 又一直在出包 对 然后又要遭回维修 我先说 现在变成说特斯拉 现在已经没有领先者优势 但是你之前卖了车之后 开始就出问题了 而且这边都传出来问题说 假设救火队去救 因为它的锂电池燃烧 就是一万多度 一千多度 你要泼水去救 根本救不了 所以就什么 延烧的时间加长 损害加大 一定要等自然熄灭 或者用什么防火毯 把它盖住 不能用喷水 防火毯很贵 对 所以基本上呢 没有大家都有防火毯 而且防火毯有时候不够大 那基本上如果一片烧的话 就等它熄灭 所以现在的特斯拉就变成什么 全民公体 大家觉得哇 你现在要立特斯拉 结果会消 结果没有办法救 好 好